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世界之最频道 每个星期给你说一些世界之最 尽管全球航空业在过去的两年多 经历了巨大的困难 但是随着各国开始回归正常生活 各大航空公司也逐渐恢复国际航线 相信不少朋友已经开始动手订机票 并正在规划一场快乐自在的疫后旅行了吧 如果你还在烦恼要选择哪一家航空公司 不妨参考航空界奥斯卡Skytrax 目前公布的2022年全球十大最佳航空排名 看看你心目中的最佳航空 有没有在这十大名单内呢? 在开始数榜之前 先请您帮个忙为频道点个关注 小本经营生活苦 完成了吗? 那我们接着聊 第十,瑞士国际航空公司 瑞士国际航空公司简称瑞航 成立于2002年 是瑞士的主要航空公司 瑞航提供从苏里市和日内瓦 飞往全球50个国家或地区 超过100个目的地的航班 瑞航拥有95架科技的机队 每年载客量高达1650万左右 瑞航于7年 为波音777机队 推出了充满复古风的豪华经济舱 座椅配备获得全面的提升 为乘客选择了ZIM优质经济舱座位 其固定的外壳设计 将确保乘客把椅子向后倾斜 也不会对后方的乘客带来不适感 为机上所有的乘客 提供更加舒适的飞行体验 除了登上全球10大最佳机场 也获得最佳头等舱航空公司休息室 和最佳头等舱航空公司休息室餐饮大奖 第九 大海航空 大海航空存立于1969年 创办初期是一架只有8架飞机的航空公司 最近已经发展超过150架飞机 目前国际航线横跨全球43个国家 111座城市 也是全球20家规模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大海航空的经济舱 曾多次被旅游网站推荐为 经济舱坐起来最舒适的航空公司 大海航空的经济舱的座位 前后间距在32至34英寸 座椅宽度只是在17到18英寸 不同机型的经济舱座椅 其向后倾斜度可达118度或121度 即使是身材高装的男性乘客 也能在长达14个小时的机上 拥有一个舒适的飞行体验 餐饮选择方面 不仅搭乘商务舱 同等舱的旅客 能享受到多样化选择的顶级味蕾饶 经济舱的旅客 也能品味传统韩式拌饭等美食 有机会搭乘大海航空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他们家特别的飞机餐哦 如果你喜欢喝酒又喜欢尝试新的东西 那你绝对不能错过大海航空 为A380乘客所提供的空中酒吧 酒吧共分为 头等舱酒吧 商务舱酒吧 和天空酒吧 Sky Launch 宾客可以在这里品尝到 各种不同风味的特调机尾酒 非常特别哦 第八 法国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 简称法航 成立于1933年 是一家国营航空公司 2004年收购荷兰皇家航空公司 并因此组成法国航空 荷兰皇家航空集团 是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 以及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法航除了名列全球十大最佳航空公司 还荣获最佳西欧航空公司 和欧洲最佳机舱清洁航空公司 众所周知 法国是全世界最具声望的禅酒国之一 成大法航 怎么能够不让孔府员 为你端上一杯香槟或者是红酒呢 为了满足旅客在飞行过程中的味蕾享受 法航都会为所有 从巴黎出发的长途航班旅客 提供各种具有法国本土特色的餐点 而且无论是Lapromia头等舱 商务舱 尊享经济舱和经济舱的乘客 都可以享受这种个性化的餐饮服务 一直为全球时尚之首的法国 法航空服员的制服 也被时尚圈共认为全球最好看的制服 其制服于2002年 由法国服装设计师Kristin Rikwa设计 2005年正式使用 以海军栏为主色调 呈现古典优雅与功能实用性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款法航空服员的制服呢 第七 土耳其航空公司 土耳其航空公司简称土航 成立于1933年 拥有超过300架客运和货运用机的机队 国际航线横跨全球303个城市 土耳其航除了是全球10大最佳航空公司 也获得了欧洲最佳航空公司 最佳商务舱餐饮 南欧最佳航空公司 和欧洲最佳经济舱航空公司 土耳为长途航班乘客提供空中大厨的服务 是该航空公司的一大特色服务 所有的乘客订餐和配菜 都有机上的两位厨师烹调 除了能在高空享用美食 为了给乘客带来更高级的飞行体验 土耳于2021年也增设了舒想舱 这次结合了商务舱的高舒适度 和经济舱的价格而设的舱位 舒想舱的最大亮点是其舒适的座椅 在设计和摆放空间上 大胆满足了乘客的伸展需求 每个座椅都配备了10.06英寸的扶手式电视频 还有USB和iPod接口 为需要在旅行途中 使用个人电子设备的乘客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六 日本航空 日本航空简称日航 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航空公司之一 公司成立于1951年 除了荣获全球十大最佳航空 也荣获最佳经济舱航空公司座位大奖 如果你不想选择经济舱 但又担心商务舱、头等舱的费用太高 选择日航的豪华经济舱是最适合不过的 即使来不及提早预约 只要当日有空位 多加1000日币 就能够做到更加宽敞 而且更加舒适的座椅 对于很多人来说 飞机餐一般都不好吃 平时搭飞机的时候都不会太期待飞机餐 但是要数乘客心中最美味的飞机餐 日航肯定榜上有名 因为日航从2011年开始 国际线的经济舱 开始和各大知名餐厅 联名合作飞机餐 Air系列 例如和吉野家、肯德基 摩斯汉堡等店家合作 有些美食甚至是在店内都吃不到 只有在机上才能够享用得到 在飞机上吃饱、喝足、做得舒服 也是人生一大美食啊 第五 澳洲航空公司 澳洲航空公司是大洋洲以及南半球规模最大的航空公司 亦是全球历史第三悠久的航空公司 仅次于荷兰皇家航空和哥伦比亚航空 澳洲航空自1951年成立以来 从未涉及过人命死亡的事故 因此也被公认为世界上安全记录最佳的航空公司之一 除了在全球最佳航空排名中得到第五名的佳机 更获得澳洲太平洋最佳航空公司 最佳豪华经济舱餐饮 澳洲太平洋最佳商务舱 澳洲太平洋最佳经济舱 和澳洲太平洋最佳航空公司 客舱清洁度五个大奖 澳洲航空近年来最引起大家讨论的 就是他们所提供的豪华经济舱选项 他们的经济舱桌椅 不仅是多了几公分的身脚舒展的空间 更是成功地把豪华经济舱 升起了成为了清商务畅的感觉 想要体验的朋友 可以选择澳洲航空旗下的波音787 Dreamliners和范新过的空中巴士 A380机型定位 这个舱和其他的经济舱完全分开 座位更加宽敞 身脚的空间也比经济舱还要大 同时也主打更宽的扶手 两个USB插孔和符合人体工学的靠电 豪华经济舱的乘客 登机时就会拿到一杯免费的鸡泡酒 鸡尾酒或者是果汁 其他机上的便利设施 包括除灶耳机 大枕头 纯羊毛毯子 和Napoleon Perdis品牌的过夜包 第四 全日空航空公司 全日空航空公司 简称全日空 是亚洲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1953年开始经营直升机业务 直到1957年正式改名为全日空 目前共运营着82条国际航线 和118条国内航线 全日空除了是全球十大最佳航空之一 也获得了全球最佳客唱清洁 全球最佳机场服务 以及亚洲最佳机场服务三项大奖 这是该公司 九度荣获全球最佳机场服务奖 出国旅行 出差 最怕的就是航班延误 而选择日航空的乘客 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烦恼 作为世界级优良服务的航空公司 开航空是全球和亚洲地区 准点率最高的航空公司 其航班准点率高达95% 近年来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试裂全球 全日空为了提供旅客最高标准的安全防疫措施 启动了ANA Care Promise计划 所有的ANA空服员都会戴口罩 全面的机箱清洁卫生 准备酒精棉片 口罩 以及口罩收纳盒 供旅客索取 第三 阿联酋航空 阿联酋航空成立于1985年 目前拥有262架飞机的机队 服务于152个目的地 该航空也是全球最大的国际航空公司之一 载客量高达1580万人次 除了是全球十大最佳航空公司 它还获得全球最佳机上娱乐 全球最佳经济舱 最佳经济舱餐饮 最佳高级经济舱座位 和中东最佳经济舱五个大奖 阿联酋航空从2021年开始 为高端的经济舱乘客提供一个全新 舒服轻奢的座椅 只需要缴付经济舱的费用 就能够享有比其他航空公司商务舱 更高级的座位体验 你说超不超值呢? 高级经济舱座椅 有着最大40英寸的宽敞座位间距 每个座位还配备13.3英寸的显示屏 是业内同等舱位最大屏幕之一 让整个客舱轻奢感拉满 2022年阿联酋航空特别宣布投资20亿美元 升级客舱服务 旗下的120架A380空中巴士 以及波音777客机将获得全面的改造和提升 机舱会重新装配商务客舱 铺设全新的桌垫以及椅套 头等客舱还会更换皮革以及扶手等部分 第二,新加坡航空公司 新加坡航空,简称新航,成立于1972年 至今共拥有超过180架飞机的机队 国际航线横跨全球超过110个目的地 新航除了在全球最佳航空公司位居第二 还获得全球最佳空服员 全球最佳头等舱航空公司 亚洲最佳航空公司 最佳头等舱座位 最佳头等舱航空餐饮等9个奖项 今天要特别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他们家超豪华的头等舱套房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见识一下 它有多奢华吧 认真的看一看 这怎么会是头等舱呢 简直就是酒店套房了吧 头等舱内的睡床 是一张符合酒店标准尺寸的大床 内部还设有32寸荧物电视 私人浴室 梳妆台 衣橱 以及收纳空间 这一点都不像是在飞机里 而是真的住进了一间标准的饭店小套房 看到这里 有没有激起你购买新航的机票呢 体验一下这一款高级小套房的欲望 第一 卡塔尔航空公司 卡塔尔航空公司已经是第七年蝉联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第一名 此航空公司成立于1993年 最近拥有超过200架飞机 平均击零五年 国际航线横跨150个国家地区和城市 除了蝉联第一 他们亦获得世界最佳商务舱 世界最佳商务舱座位 世界最佳商务舱休息室 最佳商务舱机上餐饮等九个大奖 卡塔尔航空公司的机舱到底有多厉害呢 不妨体验一下Q-Suite空中四人套房 这可以说是专位两人或以上的家庭或者商务客所设计的 走进Q-Suite 仿佛一家炫酷的夜店 宝蓝色或者是桃红色的灯光 从天花板边缘渗出 照耀在造型流线排列规律的鱼骨式座位上 既前卫又带有科幻感 或是科幻电影中的太空床 冷冻舱 另外卡塔尔航空最新的波音787-9 梦幻科技机队的新座位也让人惊叹 有别于Q-Suite 卡塔尔航空选择了桌椅制造商A点的一种现成产品 高度定制的Essence桌椅以人自行排列 这个座位更可以直接变成一张79英寸的全屏床 还配有手机支架 搭载兼容iOS和Android系统的无线充电技术 超酷的波音787-9梦幻科技 会不会是你的首选科技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成达过比以上这10家更有趣更豪华的航空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分享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世界之追 赶快按下订阅按钮 并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 我们下期见